如果你赚了一千万 你会挥霍还是省着花 假如得到一笔飞来横财 千万不要乱挥霍 只能做稳健投资 一定要压制欲望 否则下场基本都会很惨 但是如果你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的赚到钱 就必须要大幅度的提高消费 但是不能挥霍无度 只要你的收入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就能提高的 就绝对不能节俭 我知道这样说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三观不正 我自认为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人 只有创业者对财富足够渴望 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 才能贡献更多的税收 如果一个人足够渴望财富 肯定得多花钱 提高生活品质 就是赚钱的最大动力 就像打游戏的时候 打怪就一定要给玩家 立刻长经验 立刻爆装备 正因为可以一步步慢慢变强 枯燥的刷怪之路 才会变得异常有趣 赚钱之路也是如此 事业的成功一定会付出 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如果没有得到即时满足 就很难持续维持奋斗的动力 当你月收入达到五万的时候 就一定要奖励自己美食自由 不管是草莓榴莲车里子 还是和牛奥龙鱼子酱 想吃的时候绝不能心疼 只有这样你才会感受到 有钱真好 否则你很容易陷入到 小富济安的陷阱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有钱人 没经验得学 有钱之后就一定不能过得 比没钱的时候更辛苦 否则你马上就失去了 赚钱的动力 只有不断地花钱 你才会不断地感受到 有钱真好 才能结交更高的圈层 才会产生更大的野心 有钱的生活是非常快乐的 但是你必须不断花钱来体会 和维持这种快乐 虽然不能过度挥霍 但是这是你奋斗之后应得的 延迟满足太高级了 我们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如果你凭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 狠狠地去花钱吧 去买那些你以前不舍得买的 去买那些不划算的东西 去花那些冤枉钱 像一个真正的有钱人那样 去取悦自己 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关注我一个只想真话的爆发户